歡迎鄉親 繼續收看 華時台語新聞十字 今年八月一場大會 把很著名的表演藝術團體 遊人成果 站在台北面穿的教堂中來封住 這個孫時超過一千萬 在海過後 遊人成果掲動到中間的價位 而且在火災經過一年後 來推出到全新的作品《借天》 要向社會國界 給他們支援的人來表述感謝 也為作修道歷情衝擊的世界來記憶 遊人成果的藝術總監說 雕精腳步 再度來出發 他們剛才要起回自己的家 也有夢想 要來打造一宗 經過看著主宰的藝術團體 像如果很厭 山谷一間團來的順順的藝術古書 這是表演藝術團體 遊人成果 六傳山 山頂局長 也是遊人故事的起點 大小高山出氣 鼻樓 重路山對接到武者 自在律動 這天是遊人成果 最新的作品 在拜年丟火災十年圓存 有特別的意義 首先你只是覺得說 好 火災了我回家 那麼我們來用手蓋家園 我把一些國外的演出取消了 但是沒想到新冠疫情 這個肺炎一來 不必國外 國內的也取消了 那如何讓我們自己 在這個時間有個這樣的能力 而可以幫助大家在困頓中 或者是不安的心 就是能夠協助大家 去做起伏的這件事 這個起伏的儀式 是要為世界起伏 但同時也是為自己找活路 好 小心 日空一九年八月十三 遊人成果自有創團以來 最參加的火箭 一年大火燒火 麥莎流轉山頂的拜年基地 兩百多年落去 攏攏攏攏攏攏 損失有幾千萬 再後這一年 遊人成果為火災中生 必須緊緊緊緊緊緊緊 過去都只有出去演出 或者是人們來山上演出 然後在這個階段 又不能出去演出了 所以也許我們可以 把我們的生活打開來 所以你們所經驗的 就是平常優人在山上 生活的場域 祝榮基哉 不適合一切減庭 將團圓 劉火山頂 在請你完畢 火燒火拜年頂之後 因為一步一步 青春起火 還要開看祖宅江湖 發誓十五十字 蔡風團隊對遊人的腳步 記錄這幾年的轉變 因為排練場燒掉之後 我們做了很多整理 它其實有很多廢木料 它不是真的垃圾 但它不是它原來的樣子 然後我們會把它重新再利用 所以像這個就是 我們自己重新做的盆栽 我們期待的一件事情是 食物森林 也就是我們可以種植 我們要吃的東西 鄉今天頭一步 老鑽山變成真正的家 不在這時尷尬休息拜年的禮貫 團圓歐土 政材用生態工法 起筆枚 搭造河水回收系統 終究到起生生態村 中心學習跟山上岸 我們的處理方法 其實它就是用一個叫做 耗氧系統 熱堆肥的處理法 就是 枯枝落葉 除魚 除魚丸上面一定要覆蓋 枯枝落葉 再除魚 再枯枝落葉 其實它就是在做它的 碳氮比的調配 你們路上看到的這種步道 都是我們團圓自己設計 自己做的 然後我們會疊好之後 先釘竹釘 然後再撒石頭 友人跑去大門 跟民眾分鄉 跟自然好海共存的快樂 沒有太多記憶 友人心股 讓人家想要親近 退變的退出是他 老舊有的女兒 但基倫 過去來到這邊所體驗的東西 可能比較專注在 講起來是因為山上的訓練 還這個環境中給予人們的一個力量 而我們走到了國際舞台 但是我想在去年它失火的時候 似乎它已經看到了 我們這個力量已經慢慢慢慢 已經在什麼都市當中 在每一個劇場裡面 你就慢慢被消耗掉 所以這一整年來呢 回到這個家要做什麼 整理自己的家 我們把它叫做一個貢劍棋 我覺得這一次 這一次的優勢 想要傳達一個就是 雖然 教室被燒毀了 但其實 雖然是燒毀了 但是也是一個重生 當我今天一走進這個場地的時候 我有一種很想流淚的感覺 就是一種很感動的感覺 小孩在流淚山大漢的冬季輪 也打入後山潛入任間 回到後 因此重生探索這邊土地 當時也找回祖母 這一個我生長的環境 我長大的家 可是其實我總是 找不到我跟祂相處的方式 我一直不斷地在回來跟逃走 回來跟逃走 那這一次 我希望我不再逃走了 我如果把祂放下的時候 是因為 我可以好好的把祂放下這樣 在面對環境的時候 你又一直在面對 你自己的內在變化 然後就會覺得 無常吧 可是 可是你可以平等心地 去面對的時候 他又可以好好地過 以往比較多時候 場上都是自己嘛 就是比較沒有辦法 顧及到所有的人 包括訓練 火災過後 大家的情感更濃厚 那我也更願意地去教一些 比較心靜的團員 就是如何掌握到細節 我們不能改變什麼 我們只能接受它 對 在這樣的一個接受的過程當中 在他心裡面會長出一個 一個不同的力量 這個力量是一種 韌性的力量 在祭天這個作品的時候 就可以看出來 就是說團員身上 突然間多了一層力量 這力量是 是平常的演出當中 很難看到的 是平常的演出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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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看到的 尤其遊人身過 我們曾在山林間 在本部中打過 但是一場大會 和五人聽立三段年的遊人 一切幾零 他們想想奉下高地去返土 為了建造工 更得到半秋天 老過關 競得真身 辛苦 我看到那個資深的團員 在這邊以前拿著鼓棒 鼓打得那麼好 然後就爬到那個 竹竿上面去 在那边绑铁丝 然后就扛起那个石头 那个碎石一包一包的很重 真的就是叫粗弓 真的就是叫 我们讲的叫什么体力火 当然他们在熬怪这个期间 我觉得有一些事情 在他们心中慢慢慢慢过 就好像就是 就是像那把火 把大家烧回家 让你跟山好好的相处 要去知道 就是说山其实看起来 它是辛苦的 但你走过去之后 发现在内在是一种丰收 它是由幽 人 神 骨 四个骨字 然后转化之后 再变成图腾 符号 这些蚕片就是 因为去年经过注农之后 然后铜锣 铜庆 然后铜的蚕片 我将它转换成 一个新的生命 这个山林的建设就不止是我们自己团员或是内部的人员一起一起操 把它建设起来 而是靠着更多社会的朋友的力量 我们一起完成了像那个幽 人 神 骨的重建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这个力量非常的可观 非常的让人感念在心 它应该可以变成一个平台 而且它应该成为一个创造力的平台 还有让人们想要在这么近的距离 就是接近大自然的一个平台 来这边很自在地做 而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在这个地方 这才是假 就像打开门让客人进来这样吃顿饭这样 白天中边比较过的老厢男唱歌 发出嘴里的意义 美书是友人成果 亦会重生的生命令 三十几年前友人的故事为了转参传透山林 将台湾的声音团告世界国地 大会后一年的友人成果 在处地创定为心出发开架 见到韩东人心的新片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